第二十愿信念必得往生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信念我国 执众德本 致心回向 欲生我国 不果岁者 不取正觉 佛说无量寿经 再看第二十愿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信念我国 执众德本 致心回向 欲生我国 不果岁者 不取正觉 这三愿都是围绕信愿形 从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众生的类别加以表述的 第十八愿主要谈称念佛名 第十九愿主要谈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回向往生 阿弥陀佛 临终接引 所以临终接引是贯穿所有的念佛行人 不是说十八愿就没有佛来接引 或者二十愿就没有佛接引 都有佛接引 所以这种表达 在一个地方表达了 是涵盖其他的 第二十愿就直接谈戏念问题 就是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信念我国 这个信念 就是以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作为自己所缘之境 念姿在姿 这时候 这个念佛人跟极乐世界产生了一个母子的关联 互相的关联 那个地方才是我要去的地方 那才是我的归宿 在信念的当下 也随分随力的做点世间和初世间的善法 执重德本 包括敬业三福 十大愿望 那虽然这样 还是要把往生这一世作为头等大事 如果执重德本 不去回向 那这种重德之本可能还是在人天福报里面 或者在三圣的化成里面 所以要至心回向 把所有的修行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愿望就一定能够成就 如果不能成就这种愿望的话 我就不取正觉 从这三条往生之愿来看 说明所有的众生只要信愿念佛 绝对都能往生 绝对不是由于我们要有多少修行的功夫 是这三条往生之愿保认一切信愿念佛的众生得以往生 他已经把门槛放到了乃至你念十生 而且 没有追加任何的条件 或者需要持戒多少 需要缠定功夫达到什么水平 需要读送多少大成经典 需要做多少的护持三宝的福德 一概都没有谈 刚才讲的这些 鉴定会 六度万行 护持三宝 这都属于直中德本的范围 能够做这个当然也好 但是它不是决定你能不能往生的关键 能否往生的关键 还就是信愿持名 直中德本 功夫堂娟 在三倍九品当中 往生的品位会提升 修行的功夫和福慧的功德能够决定往生的品位 但就往生这一点 是无条件的去往生的 只要信愿称明 我们了解了阿弥陀佛大愿的基本宗旨 义去 然后我们的发愿要以阿弥陀佛的大愿作为参照系来发愿 阿弥陀佛往生三愿告诉我们 建立净土的目的就是要安利九法界众生在那个无有重苦 但受极乐的清净的沙土 所以 我们就要随应这样的愿 我们念佛为什么只求往生 不求其他的 实际上这个话祖师也讲 这是从愿力理念出来 只求往生 不求开悟 不求神通 不求人天福报 不求在这个世间干什么 只求往生 这说得这么明白呀 那么 我们求往生的目的是什么 从正定地至涅槃愿来告诉我们 我们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佛 那成佛的目的是什么 能像阿弥陀佛一样 有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把十方九法界众生看成是同体 当九法界众生还在生死苦海当中不能解脱的时候 自然的就会去度众生 它是这么一个心性相关的关系 所以无量寿经讲 阿弥陀佛的愿就是首先让十方众生都到我的沙土 到我的沙土 就让他成佛 成佛之后 让这些成佛的又到他方去 他方世界教化众生 教化的众生又到极乐世界来 成佛 成佛以后 他又到他方世界去教化众生 令他成佛 他就是辗转相较 辗转成佛 辗转地这种劝化 直到把十方所有的众生度尽而后移 这一院的大意识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生起信心 信念我国 种植诸多的德本 把这些世间和初世间的功德至新回向 往生我国 这样的敬业行人都能承办往生之事 如果这一院不能兑现的话 我就不取证诀 我们来看这一院的意思 跟前两院又有侧重面不同 十八院侧重在至心信乐 预生我国 乃至十念 十九院侧重在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这一院是谈信念我国的问题 文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信念我国 信念就说明阿弥陀佛设受众生的面 是很开阔的 不仅仅是谈专念名号往生 信念就包括着信念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这在四种念佛当中 属于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就是观经所展开的前面 十三观 你以这样的功德回向 也能往生的 信念往生 在我们东林十八高弦里面 就是连设一百二十三人 其中有一个比丘 叫僧吉 僧吉法师 他在生重病的时候 慧远大师就去看望他 给他一个蜡烛 就告诉他 如何运心安养 运心 就是座椅去信念极乐世界 僧吉法师就执着平击 拿着这个蜡烛 致心地去想念极乐净土 当时 比丘大众僧为他送念无量寿经 当天坐了若干个小时 到晚上就比较疲劳 就暂时睡卧 睡卧就做了个梦 自己拿着一根蜡烛在空中飞行 在空中飞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把他接在了手掌心上 让他便置十方沙土 这个境界一现 马上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心里很欢喜 就对其他的比丘说 我以一个晚上观念西方净土 便蒙阿弥陀佛接引 到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 他似乎在虚空又有所见 见到什么情况了 就对他身边的弟子说 佛来了 无奇趣异 说了这句话就像西 面西而往生 当时那个时间还是夏天 非常炎热 三天他的肉身都不变 充满着浓郁的异乡 年纪只有45岁 这就属于信念我国来往生的情形 净土圣贤录里面 这方面的记载也是不胜枚举 唐代有一个维暗法师 他专修十六观的 见到了观世音和大事 至两位菩萨现在虚空 现在虚空 他就很惊喜 长久都不消逝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菩萨像很庄严 如果能画下来多好啊 但是他又不会画 面团一动 忽然就有两个画工出现了 把虚空现象的两尊菩萨像画下来后 忽然两个画工就不见了 旁边人都很奇怪 这两个画工是从哪来的 怎么又不见了 实际上 维暗法师心里明白 这是感应过来的 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样 他就感觉到自己往生的敬业成熟了 即将往生 就召集所有的大众僧 包括沙弥 就问 你们弟子当中 有谁愿意跟我一块而走啊 这一说 其他的比丘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也不一定有几个人愿走 还是一个小沙弥 童真可爱 他就说 我愿意跟老师父走 维暗和尚就说 那你先跟你父母去告个假 这位童子就回家 跟他父母说 我要跟老和尚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父母就以为他是开玩笑 也开玩笑说 那你去吧 他就蹦蹦跳跳回了来说 我父母同意了 这个小童子很厉害 就在佛面前结家夫坐 念念佛就真的走了 维暗和尚还俯着这个童子的背 说 哎呀 你还比我先走吗 他也要兑现诺言 焚香做祭 就在所画的两尊菩萨向前做了个祭 祭云 观音驻远街 试至辅遥营 卯平观尚显 画佛顶前名 据由十方杀 十环后九生 愿以慈悲手 提讲供悉行 这祭子做完 就令弟子们注念念佛 仰眼看虚空 息故而亡 你看 这就说明不仅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试至也可以往生 观经也有这个表达 唐代还有两个比丘 叫启方和原果两位比丘 他是观想净土 做莲华开想 做莲华合想 观经也有这个表达 他就能够做到神识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上 见到西方三圣 并且还向阿弥陀佛请教了一个问题 依净土经教念佛 北生此否 佛就告诉他 汝念我名 皆生我国 无有一人念而不生者 以后 这两个比丘同时闻到寺院的终生响了 但是其他人都闻不到 他们俩闻到了 是同时往生的 这些例子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虽然设生三愿都是强调持明念佛 但是众生的根基不一 修其他的观想 甚至读诵其他的经典 只要至心回向 都能往生 这就表明净土法门谱门的特质 包括讲执仲德本 执仲德本就是要修六度万行 三福 说明一个敬业行人也不应该废弃世间的善法 出世间的善法 要在这个世间传播大乘菩萨的精神 要服务社会大众 要融入社会 来净化提升社会 这样也就能改变佛教在社会比较消极的形象 所以他并没有废弃执仲德本的这一点 无论是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善法 都要至心回向 用你的真实心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做了很多世间的善事 出世间的善事 不回向 就自然赶得人天福报 那都是轮回的业 通过你至心回向 欲生我国 这些世间的人天福报就转为你往生净土的资良 就能提升你往生的品位 所以你发愿 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都能承办 我们把这三愿做一个概括性的思维 这三愿的特点 有一个共同点 十方众生是针对他方世界的业力繁复发的 他方世界在轮回的绘土当中 非常显恶 阿弥陀佛施设这三愿 就是欲令十方众生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这三愿的核心 就是涉受众生往生净土 于是 我们应对这三愿 就得要发致诚恳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 这是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的 净土法门特别谈到出世间法的特点 就是真为生死 你是真的是为了了生托子来念佛 来修行佛法的 不是为了求人天福报的 不是为了得二圣的化成的 不是为了开悟的神通的 他真的就是要制成求往生 真为生死 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要念死 思维死亡这个问题 印光大师写过一个很大的死字 一行小字说 学道之人 念念不忘此字 道念自成 在菩萨的八念和十念当中 都有一个念死 对这一点 可能我们要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体认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念死 首先要念我们必定会死 要正是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 众生都贪生怕死 具有与生俱来的身见我直 很留恋这个生命 所以他就怕死 怕死的一个表现 就是他不讨论这个问题 他回避这个问题 他认为死跟我无关 都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现在一定要想到 我必定会死 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要把这个死 放在煤烧上 修死之想 是所有的一切念想当中最殊胜的 当你想到自己必定会死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地淡化对这个世间五欲六成的贪恋执着 就会把虚荣我慢心给降服下来 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世间还活得很滋润 我在这个世间活的寿命还很长 我还身体很健康 荣华富贵都有 那一定会增上赤胜的欲望 你就变得越来越回避死 不谈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比如自己家里的一个亲属得了癌症 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 本能的反应就是隐瞒 隐瞒对病人不好吗 毕竟还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隐瞒让他没有心理准备 你为什么会隐瞒 或者为什么病人也不想听得很清楚 实际上都是怕死的表现 都是身健太强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死亡是必定的 我们四大的地水火蜂的肉身 从一出生开始 夜面地生灭 就在走向死亡 就好像一块石头从山顶上往下滚 迟早要滚到山顶一样 死亡是必定的 真正的学道人 就像彻悟大师说的 杀门者 学死者也 杀门就是学死的 如果真为生死的心发布起来 一切开始都成细论 要思维 在沉点节以来 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从这个皮带转到另外一个皮带 从这个地域到处生 到天堂 到人 我们这个身体死亡的数量超过大千世界的微尘数量 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 经受的苦 就是爱别离苦所流下的眼泪 多于四大海 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 就是在狗道里面 或者就成为一条白狗的骨头 堆起来都高于须弥山 要思维死亡的痛苦 生起我们的修道之心 信念这个死 怎么去修道 怎么叫精进不放一修死想 有一次 佛就问这个问题 跟比丘说 怎么才能够称为不放一比丘修死想呢 有一个比丘说 我就思维我只有七年的寿命 佛就告诉他 这叫放一修死想 有个比丘说 我就思维我的寿命只有七个月 也是放一 七天也是放一 六天 五天 四天 三天 两天 一天 也是放一 乃至于就是一顿饭的时间 也是放一 一个比丘说 我思维我的生命就在呼吸间 我这口气一呼出去 就保不准它能够吸进来 佛才认可 你这样思维修死想 才叫不放一 生命就在呼吸间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 我们都是放一懈怠着 我们总是认为我的寿命还很长 念佛可以慢一点 还有的是时间 这是思维自己必定会死 第二 思维死亡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 刚才讲在呼吸之间 随时都会到来 有一个阎王殿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阎王是平等王 铁面无私 寿命到了就要抓到阎王殿去算账 当时有个老年人在阎王殿 他看到阎王就开始责备阎王 说你把我抓过来 你为什么不给我提前传个信呢 阎王说我给你发过信 他说发了什么信 我没收到吧 阎王说你的眼睛昏花的时候是发的第一封信 你耳朵溅龙的时候是发的第二封信 你牙齿掉下来是第三封信 你身体的各个零件都在衰败 不知道给你发了多少封信 你还说我没有给你发信 老者一听 好像就无话可说 但被拘来的 还有一个年轻人 就责怪阎王爷了 你看我眼睛很明亮 慕名耳聪 牙齿也很坚固 身体很康健 看来你是没有给我发信了 阎王爷说 我也发了信给你 这个年轻人很茫然 你发了什么信哪 阎王说 你有没有一个东家邻居 四十几岁就去世了 有没有啊 他说 有啊 这是给你发的第一封信 西家的邻居 二十多岁死亡了 有没有啊 他说 有啊 这是第二封信 还有不到十岁死亡的 有没有啊 甚至在三岁 婴儿阶段 哺乳期就死亡的 有没有啊 他想一想 都有啊 阎王说 这不都是给你发的信吗 所以 死亡是不分年龄阶段的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就能活到七十 八十 九十 尤其在这个时代 这么多灾难 你觉得你能活多长寿命呢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想清楚 死亡随时会到来 那么 我们为死亡准备了什么 要做准备呀 人是有智慧的 你想一想 我们知道有白天和黑夜 在白天的时候 就会为黑夜做准备 我们知道有春夏秋冬 在春夏的时候 就会为冬天做准备 我们知道有今年就有明年 就会为明年做准备 我们知道有生 就必然会有死 就应该为死做准备 怎么为黑夜做准备呢 你要准备灯烛照明 怎么为冬天做准备 你就要准备炉炭 棉衣 怎么为明年做准备 要留下播种的种子 怎么为死亡做准备呢 你就要信愿念佛呀 第三 就得要思维什么呢 思维死亡到来的时候 唯有念佛法门 才能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这一点 我们常常讲 当你的烦恼没有断 业力很强的时候 你靠什么解决 你的死亡轮回问题呢 唯有念佛一法 现在有一个死亡学 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有一个瑞士 以后加入美国籍的一个医学家 叫伊丽莎白库伯勃罗斯医生 他这个人很有爱心 他对于那些得了绝症的病人 非常有爱心的去听他倾诉 通过多少人倾诉 他发现了人面对死亡的五个阶段 比如得了绝症 他开始一听就会很愤怒 就觉得怎么是我 然后就沮丧 然后就讨价还价 到最后的接受 由于伊丽莎白医生非常有爱心 他能够几个小时默默地 跟病人紧握着手 听他的倾诉 非常具有同情心 于是他就对死亡问题有深入了 深入之后 他发现不仅是死亡之前 死亡之后还有濒临死亡的体验 濒临死亡体验 他自己都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历 就从他开始 死亡学作为一个学科成立了 他所发现的还有一个象征性的 叫蝴蝶 他当年参加世界和平义工组织 曾经到当时的波兰 就是二战之后 到波兰去做志愿者 在波兰集中营的场地 他去参观 希特勒在那里杀了将近30万人 那是很惊人的 当时他参观集中营的房子 他都觉得很震惊 他就觉得人类怎么会这样残忍的 对待自己的同类呢 当时有一个陪伴他的姑娘 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他是怎么幸存的呢 就是推到毒气炉里面 推得很满 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进去 那个门关不上 就把他扯下来了 再关上那个毒气门 他是这么幸存下来的 等到纳粹被打败之后 幸存的一些人才被解救出来 这个女青年也解救出来了 他就反省自己 内心对希特勒纳粹 充满着极大的愤怒和怨气 报复的心 但是 也许他是很有涵养 他马上发现不能这样去抱怨 要么自己也会成为希特勒了 所以 他就转为一种非常的宽恕 宁静 他有一个反省 这反省还很有哲学的深度 当伊丽莎白在那里很愤怒 纳粹暴行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希特勒 伊丽莎白就在这次参访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很多墙壁上都画着一个蝴蝶 画满了 他就觉得这里面有含义 当时他不明白 以后到了坐濒临死亡体验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个象征意义 因为这些集中营的犯人都知道 比如明天就要死了 明天死了 他就会有种种意向 蝴蝶就代表着他从茧里面 毛毛虫从茧里面脱颖而出的一种解脱 蝴蝶也代表神识出身体之后的一种意向 当然 他们研究冰死体验 讲了一些规律 开始怎么神识出来 在屋顶上反观其他人的抢救 能够飘荡状态 一下子到很远 一下子又回来 又有黑暗的情形 又能穿过一条隧道 以后怎么见到光明 这光明多么温暖 然后跟光怎么融为一体 它有这么些规律 但这些规律我们仅仅参考一下 也不尽然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因为人的业力多种多样 光在不同业力的众生 在中阴深阶段 它是有不同颜色呈现的 不一定都是辉煌的 金灿灿的 濒临死亡的情形至少告诉我们 人死了有来世 人会投生 不是人死灯灭 这一点 跟佛教是比较相近的 大智度论里面有个记子 说 鸟来入瓶中 以狐眼瓶口 狐穿鸟飞去 时辰随夜走 有点跟蝴蝶的意象相近 入到一个瓶子 瓶子就比喻我们的水火蜂四大构成的身体 色身 这就比喻成一个瓶子 壶就是丝织品的纱布 就是盖盖子的那个东西 这就比喻成我们的命根 命根就有呼吸 有暖气 有六时 这就是我们的命根 用覆盖瓶口的螺纱来比喻 鸟 是比喻第八时 也就是我们讲的神时 或者叫新时 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 是神时首先过来 神时怎么过来呢 是依托着你前世的善业 或者恶业来受报的 来赶得这个业报的身 当父母交合 你一下子过来坐胎 这就比喻成你像鸟雀一样的入到这个瓶子里面了 入到瓶子里面 你被善恶业所记住了 就等于用螺纱把瓶口给盖住了 所以 我们的神时在身体里面 就类似于鸟被关在一个瓶子里面 到了临命中时 这一期的夜报深 你活多少年 寿命到了 神时就得要离开身体 投生的时候 神时先来 死亡的时候是神时最后走 神时一脱离开身体 就类似于螺纱被穿破了 鸟就飞出来了 那飞出去了 飞到哪儿去了呢 那就又跟着它的业力最重的地方去了 这叫石神随夜走 现在西方研究濒临死亡的体验 也在逐步的跟佛教的生命的深层次上的关注 陈述在接近 这接近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对死亡是一概不知道的 这方面的知识空白 所以他就非常的恐惧 或者他不想这个问题 或者真的得了绝症 他就回避这个问题 但你回避 恐惧还是在里面呢 你不能认识死亡的本质 实际上你知道有轮回 从根本意义上说 是没有死亡的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房子住而已 换了一件衣服 换了一个皮带而已 你这样一想 生命就会非常的洒脱 神识随业走 我们就知道 最好的业既不是恶业也不是善业 这都是轮回之业 我们在心理上都要拒绝 现在就是要以阴重心专修念佛法门 修敬业 敬业在临命中时强 心中业强 命中就一定能生净土 所以就得思维 在临命中时 唯有念佛法门才能给我等众生真实的利益 而这种思维 有真实例子的 所以 念死就是随时要为死亡做准备 实际上这包含着 面对死亡不能有恐惧的心 但大家要注意了 对死亡没有恐惧 这没有相当的心性上的训练 是很难的 我们内心深处深见我直 贪生怕死 真的是不知道身重到什么情况 生命危机的时候 可能他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怎么活下去 还以为死亡不是他现在的事情 很多事情他都不去处理 还有存款 还有这个那个 他以为求医问要还能够活多少年 心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甚至临断气的前几个小时 都在琢磨着挂掉瓶 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都是觉得 我们不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我们还能往生吗 有些助念的也跟我说 比如一个老太太 忽然在助念过程中他说出一句话 哎呀 你们也不要急于求阿弥陀佛来了 我现在还有点不想走 他还是想你们念佛让我身体好起来 他存这个心 有一个老太太 还真的是大家念佛把他念好了 念好了 他也就欢蹦乱跳了 等到第二次生重病的时候 他的家里人包括助念的比丘尼 也以为他没什么大事 就没有去助念 恰好这次出问题了 他断气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就想在这个世间多活一段时间 对这个世间 还没有看透这个世间的无常 世间的苦难 这个世间的火宅 毛坑 牢狱 不容一刻的停留的情怀没有出来 也就是没有真未生死的心 这个心没有 你怎么能往生呢 首先你制成心都没有 信愿都不具足 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 你对这个身体放不下呀 我们对这个身体真的要生起夜离之心 这身体真的是很苦恼 八万四千的失重 这是夜离凡夫的生命状况 为什么我们会生病 这叫重重逼迫 重苦缠绕 如果你不思维这一点 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 你到哪儿去 前路茫茫啊 你没有准备一点资粮啊 如果到临死的时候 才临时抱佛脚 临可绝境 可能悔之晚矣 一定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 预备往生的资粮 要知道无常随时到来 这种紧迫感要上来 所以教儒就投然 我们说实在话 大部分念佛行人都是生死心不切 你能够有生命在呼吸间的紧迫感吗 有如就投然的感觉吗 头发都燃烧了 你还会想其他的吗 不是要赶紧救这头上的火吗 所以对死亡要远离恐惧 实际上我们有相当的一段道路可走 死亡就等于我们从牢狱里面释放出来 当下和掌念佛 就到西方极恶世界去 马林中死亡转化成一种辉煌的起点 只有在内心深处的信念坚固了 你就不怕死 你就无有恐惧 所以 真未生死是我们一个重大的课题 面对死亡 我们一定要远离恐惧 在任何紧急关头 一句佛号就是我的命根子 这句佛号就能使我们这一生 似乎是比较悲惨的死亡形式 变成非常辉煌快乐的时刻呀 所以 念死一定要成为我们头脑当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 不念死 还认为这个世间很快乐 这个世间很甜蜜 就很世俗化了 原来我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学生就问 他觉得我讲念佛求生净土 我还这么年轻 我还有未来 那么灿烂的前景 你现在就让我念佛求生净土 我不爱听 这就是对生命的执着留恋 到底你能活多长时间哪 你对于人命在呼吸间 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 出离三界轮回痛苦的根本经要 就是念念念这个死 以及死后如果不能到西方极恶世界去 就必定要堕到三恶道理念去 是畏惧地狱之苦 发出恳切的求生净土的念头 常常想死 真的就对这个世间有什么可争的呀 争什么名啊 争什么力啊 在死亡到来的时候 在显赫的权势 你带得走吗 在亿万的家财 你能带走一分吗 你一生眷恋的家亲眷属 各种财产能带走一点吗 什么都带不走啊 但是 你这一生的业 却要带走 这叫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修行净土法门 真的要对死亡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要么我们念佛是很服的 是没有根的 我们不知道念佛到底干什么呀 本人能够有点相信念佛法门 实际上是比较感谢我一次住院的经历 那次住院 我都是跟排症病人住过一段时间的 在那个病房里面 每天都有死亡 或者术后大出血 或者什么 用车子盖上白布 就推到太平间里去了 太平间就在医院很偏僻的荒草漆漆的地方 有一天 我有一个病友 他本身是做过手术 他还跟我讨论气功的问题 当时看上去还蛮好的 谁知道晚上大出血 第二天就死了 死了送到太平间 这给我的触动很大 觉得死亡也随时会降临在我头上 他不遥远 那天晚上 我就想像他在太平间的水泥地板上 躺在那里裹着白布的情形 因为太熟悉了 白天都活生生的 现在躺在太平间里面了 那个晚上 冬天的晚上真是月色凄冷 我披上医院的棉衣 就在那里走了三个多小时 我就想 可能明天我也会躺在这个地方 想到明天我也可能躺在这个地方 我就发现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事业 什么学问 都不是这些东西 原来生死问题才是个大问题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三个多小时在那里徘徊 一下感觉到世间的追求已经退下来了 像潮水般的退下来了 所以 以后我出院之后 就很想找一个怎么解决死亡的一个修行方法 正好就找到了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发现还就是为了解决死亡的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 这是核心点 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本质的问题 生死是人的生命大患 是最本质性的问题 阿弥陀佛的这三愿 就是在这最本质的问题上给我们施设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真为生死的心发出来 才能跟这三愿相对应 相应才能感应道交 才能得到这三愿的慈悲加护 否则 念离缩佛 心求极乐的心没有 真为生死的心发不起来 学点佛都是搞点人间佛教 或者搞点什么东西 虽然也还需要 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今生不能往生 我们下辈子到哪儿去呀 这是各大问题 又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断剑私祸 出离三切 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这三愿对我们极为重要 要得到这三愿的利益 我们一定要在信愿称名 真为生死上下垢足够的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